Model 3的前後引擎蓋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東西是 前陣子如果有特斯拉車有注意的話 應該會注意到有一位 路歐客Eco 他拍了一個Model 3的前後引擎蓋 都改電動的 因為Model 3它 雖然最貴也是賣到200萬的車 但是它很諷刺的是 它的前後引擎蓋 都是走動的 都只能整個彈起來 或是你要自己掀開它 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好用 所以像那個Eco 它就是用改的方式去把它改成電動的 但是實際上呢 如果有看過那個影片就知道說 後面那個部分它的改裝程度有點大 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爭議 這是第一點 另外第二點呢 就算是Model 3不講好了 像很多人是開Model S或Model X 兩三百萬三四百萬的車 它的前引擎蓋也不會自己升起來 後引擎蓋會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的車主就覺得 這台車如果它前引擎蓋可以升起的話 那是很完美 那今天呢 我就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是網路上的一個網友 它叫EG 它專門在改Model S、Model 3跟Model 3 Eco的車就找它改了 那今天呢 我聽說它正在改一台Model X的前引擎蓋 那我就過去給它側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改裝的過程 還有一些哪些注意事項 走 首先將 這個 然後底下 原來是長這個樣子 原來裡面長這樣 綠王在這裡 這個主要是 它要去接我們開鎖 關鎖這個的訊號 所以它會把它的併在這個平台 然後現在在做緊急拉鎖 這邊一樣會有一條 原廠相同的緊急拉鎖在這裡 不會扭在一樣的口味 就是在 你打不開 你先幹的時候 它是從這邊拉開的 現在我們剛好裝好了電器鎖 請問一下 這個要裝的是什麼東西 這邊是它的開關門的訊號 這個都是專用插頭對插 所以因為要很複雜 對 它也沒破壞到電系的東西 對不用 那請問這台是什麼 這個就是 它的控制器 剛好我們通電 那這樣這邊就完成了 它是有接一條到電瓶 然後接一個 附集到車身 現在最後把機器又裝到袋子裡面去做防水處 包起來之後 它要固定起來 不然它會亂跑 接著就是 綠心裝回去 這輛改裝過的Model X呢 它那個現在改電動前蓋之後 我現在就用一個控控器 按兩下 可以關起來 按兩下 就可以打開 它也有防夾功能 我現在鎖起來 然後 它就停下來 除此外APP也可以開 好 以上大家應該看完Model X的改裝 改裝之後我真的覺得 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你改完之後 你不但遙控器 它可以遙控前引擎蓋的升降 也可以用APP遙控引擎蓋的升降 然後也可以透過那個裡面的觸控螢幕 去控制引擎蓋的升降 但是呢 必須要講一個但是 就這個東西呢 它雖然沒有直接去改到電系 但是它是有接到電池 這部分就可能會牽涉到保固的問題 那我個人是建議 如果那個台特它現在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如果你害怕的話 最好是不要安裝 但是如果你覺得 這個功能對你來說非常好用 很實用的話 那你要裝可以沒有問題 那大家可以去 那個影片下面 有一個就是EG的聯絡方式 它的Nine的聯絡方式 去跟它聯絡 然後去約定時間去裝 但是我還是要再加上強調 這東西可能會保固的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要裝呢 在你要回廠維修的時候 建議 建議 最好是把它先恢復原狀 之後再開回去 那個車廠會比較安全 那以上是我們這次的 Model X的前引擎蓋 改裝的那個影片介紹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